男人在新闻联播上痛斥美国总统 兰德的激烈反应明显吓到了主持人 因为一颗巨型彗星朝地球飞来 预计半年后就会毁灭全人类 天文学家兰德和他的学生凯特 准备将这一消息汇报给总统 如果出动人力将彗星诈偏轨道 那么就有可能拯救地球 兰德唾沫横飞地预告彗星撞地球 效果相当于11颗广岛原子弹 但总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支持率 丝毫不在乎两个天文学家的汇报 面对总统的不作为和不以为意 兰德才情绪失控地吼叫 企图唤醒娱乐至死的大众们 但他强调彗星会毁灭全人类后 男主持还调侃道 希望惠星能撞毁他前妻的家 女主持在一旁捧跟 凯特被他们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 但是娱乐至死的大众 只是把他愤怒的表情 做成了搞乖的表情包 两个天文学家的严肃和努力 都成为了网民们的笑料 美国总统也笑着表示无所谓 他对世界末日的到来不以为意 由于世界末日撞上选举日 他还吐槽这会心真不会挑时机 直到总统的丑闻被曝光了 他的支持率大不如前 所以把天文学家又绑了回来 FBI 凯特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他 将他带到了办公室 如果将惠星撞地球渲染成大灾难 再凭借他的能力阻止了这场灾难 那么他的拥躬一定会变多 支持率也会大大提升 没多久他就发表了演讲 他装模作样地准备大手笔 让航天局和军队都整装待发 好拯救全人类 虽然天文学家指出 这件事应该通过远程技术来完成 但是总统深知民众需要救世主的形象 好凝聚民心 支撑起政府的形象 这正是公关要做的必要流程 但这位被挑选出来当救世主的大哥 是个种族歧视者 他在飞船上时还管不住自己的嘴 抹黑黑人和硬帝安人 在火箭发射的这天 举世都在关注着这个大事件 可谓是盛况空前 在欢呼声中 火箭承载着救世主的任务 飞入太空以拯救人类文明 不过大众还是不会拒安思危 只是一再恶搞火箭发射的动土 仿佛只有娱乐才是最重要的事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火箭被半路拦截 掉了个头返回来了 因为有个资本家发现 会心上有珍贵且丰富的矿物质 都是可以用来制成高科技的稀土 不用白不用 这样的宝藏不应该轻易被赶走 否则也拿不出什么资源 来和中国的崛起抗衡 所以他准备了另一个计划 那就是利用无人机来炸彗星 将原本体积很大的彗星 炸成很多的小彗星 只要这些小彗星能够着陆 那么就可以利用彗星上的稀土了 但是这样的计划 就像是随口湖边的大话一样 难得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群人怕不是有病 一个个都把灾难当而起 凯特也忍不住怒火 对资本家提出的离谱计划 暴躁地痛骂了一顿 将这个离谱计划在酒吧公之于众 听闻这一消息的民众 意识到政府打算放弃他们 任由世界末日的到来 因此他们也不管条条框框 开始疯狂递林原购 到处偷拐抢骗 能做的坏事全都做尽了 一时间大街上都乱了套 兰德也改变了原来好说话的嘴脸 变得愤世急俗起来 求人不如求己 兰德打算再次上节目 强调会星撞地球的消息 再次上节目时 节目编导还叮嘱他 要尽量把会星撞地球说得轻松有趣些 好配合娱乐节目的轻松搞笑氛围 但他们的汇报还不如娱乐八卦 当红女歌手和前男友为了流量 在节目上云求婚 引得节目的收视率报表 就在这天晚上 会星不详地身影 就出现在了夜幕中 它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在这个危机关头 所有人都警觉了起来 舆论立即分为了两派 两派人士互相对骂 吵得不可开交不亦乐乎 一派人士认同天文学家的观点 将会星的到来视为危险 他们必须抬头看到会星的存在 只是危机降临的事实 兰德越来越大胆 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他从一开始的全民公敌 成为了人人追捧的网红 在电视镜头前 他显得如鱼得水 侃侃而谈 另一派人士则认同总统的看法 那就是当一只鸵鸟 无视会星的存在 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口号是不要抬头 在危机关头 兰德和凯特还邀请歌手开演唱会 为的是聚集更多的民众支持他们 难以置信的是政治和娱乐混为一谈 反倒显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监控室内也在热火朝天的实行计划 没有一个无人机能完成任务 资本家本想实施的无人机计划 彻底失败了 总统吓得嘴都喝不辱 离谱的妄想本就如儿戏一般 但资本家早就准备好了诺亚方舟 他在这总统 乘上飞船逃之夭夭 丝毫不管剩下的人死活 资本家和政治家自私的嘴脸 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兰德和凯特也放弃了呼吁 选择躺平 人们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 要么在俱乐部纵情狂欢 要么选择和家人在一起 兰德和凯特就回到了家中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享受最后的晚餐 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随着彗星离地球越来越近 餐桌上的酒杯都在晃动 墙体也开始碎裂 不过在轻狂好友们的陪伴下 大家总归还能有个依靠 不至于行单隐之 失魂落魄 当彗星撞向地球 地球上的人们 在不同意识间的世界各地 都目睹着这颗巨型的火球 以不可抵挡的速度飞行 在一瞬间内 一切事物都灰飞湮灭了 只剩下碎石和残留物 在宇宙中漫无目的地晃荡 在宇宙的另一边 当资本家和总统带着富人们 来到了其他的星球上时 他们也因为没有生存技能 被外星生物给生吞了 至于被总统遗忘的傻儿子 还孤单地遗留在地球上 遇到事情不慌张 先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从最开始兰德和凯特发现了危机 就及时地通知了上层 他们想要引起总统的重视 以阻止会星撞地球 却最终都被娱乐消解掉了 娱乐将沉重且残酷的现实 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真是不可理喻 娱乐解构了一切 让人们将灾难视作儿戏 对科学毫无敬畏之心 民众的愚昧无知 政客的虚伪嘴脸 媒体的娱乐致死 没有人肯为未来全人类的命运负责 没有人当仁不让地站出来 都将一切推向了不可挽救的结局 虽然吹哨人的呼吁的确很勇敢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们没有能力阻止会星撞地球 只能预测和告知普罗大众 直到眼睁睁地看着会星逼近地球 他们的做法 也只是在舆论发酵的情况下 为自己的派别争取人气 最终躺平自嘲